有自我介绍是一位女刺青师 他有一句话是说 就是不要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人家欣赏 而是你要坚持在你的创作里面 只要你坚持走下去 让这个热情能够传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的作品自然就会被看见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掌声欢迎王静 谢谢 我要先讲一下我的历程 然后我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接案 就是各式各样的案子 然后从高中的时候 高中就开始接了 然后大学接触到一些比较商业的部分 然后这是我的作品 我会先放一些我的作品 之后还有一些刺青的作品 然后大部分的还是放在FB上面 因为有一些比较限制级的 因为我的作品 我本来的作品其实还蛮 就是比较劣迹一点 就是有点血腥暴力 所以我妈一直说 没有办法当我的粉丝 就是也一部分是因为这样 没有办法在台湾商业市场中立即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但就学刺青之后还是会继续这样的风格 就是也比较多有点暴力青涩 然后我也很喜欢画机器的 然后后来这一系列是因为我本来是念视觉传达 所以是因为学校课业的关系 所以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就是大部分是一些集合色块的插画 然后很幸运的 它非常的商业化 所以让我断了一些钱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些影片的设定 然后这是我毕业制作 也是用这样的风格呈现 然后转到刺青后 我那时候有想说 前面这样的风格能不能在刺青上面 又多运用 因为我在台湾看到 大家对刺青的想象其实还蛮局限的 就是传统刺龙刺凤或是歐斯古 一些美式图案 它没有比较突破性的不一样的 当然在国外有 但在台湾那时候还没有看见 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 然后这是刺青 在刺青上呈现的样子 但要做这个还蛮就是 还蛮艰辛的 因为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大家会想说 我一开始想说 不是在皮肤上画画而已 但是从开始机器的挑选 色料 怎么呈现出你在电脑上 如果我都用电脑的话 呈现出在电脑上的感觉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 就从色料的认识 就是全部一切都重新开始 然后我快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就想说 我怎么样可以 我可以创作 我可以画底下的图 然后可以做设计 就是两者可以平衡 就是一些比较 前面一些比较劣迹的图 两种风格都可以并行 后来我想到我自从这条路 当然我家庭革命过 就是跟妈妈大吵一家 但她现在没事了 她现在还蛮支持我 还会帮我找客人 就说我帮你拉到一个客人 然后关于客人这一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谢欣有问过我说 有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你跟客户如果不太一样 意见不合的话 那你们会怎么协调 我就说不协调 她不要就算了 就是我会觉得我从我做设计这么久 然后好不容易就是 牺牲蛮多事情 然后到这个领域来 然后从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前面的累积所有全部都没了 然后跳到这里 我就是不想听别人讲的 对 所以就是大部分是客人看到我作品 然后来找我 这样子 当然如果客人觉得哪边改会更好 我会尝试让作品更好 但是因为我还是画图的人 所以客人大部分 大部分 我想说有这样的人应该都知道 大部分的客户都不会画图 然后觉得这边怎样怎样 比较好 可是改出来都吵死了 所以我就不太让客人改图 然后这是就是比较 我之前的比较我之前的作品 然后这是我目前是在进行的 因为像前面那些比较写实类的 我目前的能力还没有办法 我还在试 很多东西都要试了才知道 就是在客人皮肤上跌倒了才知道 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走 才有办法做到我想要达到的 然后创作与 看得到字吗 这是创作与生活的平衡 我觉得要靠创作有生活下去有很多种方式 不管是我之前学生时期 我没有办法想说我不靠画图生活 后来觉得有一份正直 就算是不相关的也好 不相关也没关系 我下班后正式下班后画图 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的健康 我会用健康是意思说心理状态 就很多我认识的创作者 就是可能想靠自己的创作这样子 可能美术系毕业的 然后叮叮叮叮 然后最后都可能就忧郁症啊什么 还蛮多的 美术很多 所以才想说用上班的形式其实很好 就是你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又有稳定的心理状态 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啊 然后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主要今天的就是管理 聊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也有稍微迷惘过 然后这是我帮助我自己整理的一种 一个方式 那看起来有点可笑 很像什么国中生 什么生涯什么比较的 但是是对我而言还蛮有用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 然后就是你不能一开始就想说 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而是想说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它的顺序有点太大 它的顺序是从这边 它想要就是最想要过的生活方式 它是我下面有举例像是上班时间自由啊 不用早期啊 不用固定地点上班等等的 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甚至是你想要带着电脑到处去旅行啊 然后可以一边工作 然后我自己 我自己那时候 最想要就是不用早期 我也不用早期很努力 就是从 也从就是换到 就是从日校换到夜校 然后如果这个 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是在 那个如果很早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选择 选择来参加 对就是我不用早期 对我而言很 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很多选择会被这个影响 我最想要过生活 所以我大概都是四点开始工作 所以我现在还在苏醒当中 还蛮重要 你想要过什么生活 你才有办法想说 你想要什么职业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说 你选了那个职业 那个职业一定适合你 很多人都会说我选了这个 然后但跟我原本想不一样 很多事情都会跟你原本想不一样 然后下一步是 你自己有什么优势 但是我举例有存款 有固定的案子 甚至你住在台北 也是一个优势 因为台北的机会比较多 然后住在台北 你等于是 你住家里不用付房租的钱 你每个月省了一万多块 你省一万多块就是 你这一万多块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不用为了交房租 然后去另外接案子啊什么的 你可以飞机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个优势啦 可能也觉得有 因为我是外地人 可是我在台北生活很久 所以交了非常多钱给邦东 所以会觉得这是个 其实还蛮大的优势 然后我这里有分两个 一个是近期目标 一个是远程目标 就是因为远程目标 不是这么轻易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你自己有什么优势 那可以执行的近期目标 就是去执行嘛 你不用多想 你需要钱就是去赚钱啦 然后远程目标的话 你就要想想说 自己目前需要什么 你需要钱作品经验 还是机会还是人脉 然后最重要的是达成远程目标 可以做怎样的取舍 还有人生最终想要的 就是他绕一圈才会到这里 你最终才会想说 我现在这样 那我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下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已经有所累积了 或是你想要变成一个业界知名者 但不可能你一开始就是 然后或是你要怎么靠创作为生 你当个像是走到最后当个经营管理者 像刚刚那位一样 就是你要走到很后面 你才会觉得 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但不是以这个为目标 我自己觉得啦 但所有的选择 我旁边有个红色点 也是有点看不清楚 他是写心理状况之 就是很多东西 很多选择都是需要取舍 那你如果 你如果因为想要达到目标 然后你做了太多的牺牲 导致你回头看 如果我可以陪家人的时间 我都牺牲掉了 那最后都回不当初 所以你选择的时候 要格外小心看一下心理的状况 如果你牺牲太多 或让自己很痛苦 或是陷入一个很忧郁的状况 那就不要了 每一个选择都要看一下 自己的心理状况 我觉得心理状况还蛮重要 其实做创作就是 你要不断的掏出自己 就是其实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 我好像来教他冷水 就是我刚刚就是上面有打的 就是我主要是说 就是这条路并不是努力就回馈啦 因为本来就是回馈率超低 CP值超低的一条路 就是不要想着就是谁会来欣赏你 因为你越去想那个 或是越去注意一些表面的赞助啊 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还蛮独必要的啊 除非你一开始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就是问只是想创作 你不要一直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画下去就好了 就不要想着想说 我要用创作来生活 而是我要想办法 仰慕我自己的创作 我很多认识的创作者 像是漫画家什么 他们都并不是说 一开始就想当漫画家 就是他们接案子然后养自己的漫画 因为在台湾漫画很难生活 然后装作这件事情吧 就是自己的事情啦 就是喜欢就想办法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王心里 好 我觉得他刚才讲到的一些 一些过程吧 跟我自己很像 因为他有说到 或许他可以白天找一个正职的工作 然后晚上继续他的创作 让他的心理状态是很健康的 但跟我的关系是 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是念音乐系 我是文化大学国乐系的 然后呢 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 去发展或是 就是可能有弹演奏什么的 而是我就毕业之后 我就进到焦点来做策展 可是在晚上的时间呢 我有很多的 我有很多的 应该是我蛮幸运可以在一些场合里面 还可以继续用音乐 然后让我自己可以 等于说是一个抒压的一个状况 对啊 所以